今天,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距離三藩市30分鐘車程的菲羅尼莊園會面 進行長達4小時的會議 雙方都希望能夠重新恢復兩國之間正常的溝通交流 穩定經歷動盪時期的美中關係 據悉,今次是習主席相隔6年再次到訪美國 亦是兩國元首逝隔一年的再次面對面會晤 透過今次的會面,雙方亦達成一些具體的協議 包括重新建立至2022年8月以來大部分中斷的軍事通訊 以及合力打擊毒品分泰尼等等 事實上,兩國關係在正式會面之前 已經開始有一些緩和的跡象 根據美國國務院在星期二宣布 美中兩國均同意在2030年之前 將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全球產能提高三倍 體現了兩國在永續能源發展方面的共識 但就兩國分歧方面 總統拜登也有就兩國貿易、伊朗關係 以及人權問題等棘手的議題上 與習主席進行對話 而中國方面則希望美國能夠保證不會支持台灣獨立 不會開始新的冷戰 也不會壓制中國的經濟增長 同時,習主席也展示 中國仍然是一個適合投資的好地方 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系 這次會面對於穩定美中關係來說具有重要意義 特別是在現在全球經濟和政治環境面臨多重挑戰 兩位元首的對話和決策 將會對未來的全球經濟、政治和環境帶來深遠的影響 天下衛視記者 編輯報導 十五次! 教了商定的內訪 бл waters 與含定有一個公關